去拿在空中 去拿我的左脚去磕 我的右脚再去 就像拿左脚做了个垫步一样 我们看一看快速的 感觉就好像是一次蹬步一样 蹬跨步 左腿总感觉蹬不上力 我这么跟你说 你现在如果是 首先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左腿没有出现在 你重心的左后方 或者出现的太多了 出现的太多了 他也蹬不上劲 你就这么站着 他左腿直接迈 他也蹬不上劲 你现在左腿直接发力抬右脚 你现在这个力不是向右前方了 是向上的 看到没 因为你小腿的姿态不好 你小腿的姿态 看到没有 是朝上的 咱们把这球拍的拍头 看成一个剑腾 它是不是向上的 我正常的启动姿态 应该是这个姿态 我小腿是向 斜前方的 那就能蹬上力 但是他一定蹬不了 太远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左腿是后腿 你最后要跨右脚 它和你在反手的感觉不一样 你在反手的时候 你可以先动左脚 再蹬右脚 你想想在这个姿态下 我的右脚是能跨出去很远很远的 因为我的发力腿在前面 你既然是跨右脚 咱们左腿肯定是最后那个蹬力的腿 你能理解吗 所以左腿是发力腿 但是你在上正手的时候 你的左腿是在后面的 如果你先把左腿上来 再跨右脚 你肯定能蹬上劲了 但是你多了一步 所以我们可以在启动的时候 先按它蹬上力 然后拿你的左脚在空中去磕右脚 这在我网课里 这在我的网课里有系统的教学 去拿在空中 去拿我的左脚去磕我的右脚 再去 等就像拿左脚做了个垫步一样 我们看一看快速的 感觉就好像是一次蹬步一样 因为我没有做这种并步的感觉 而我是在空中做了一个合腿的感觉 就像左脚直接往前 我现在重心要往前走 往起跳 我要把左脚踢到我右脚的位置下面 但我的重心肯定不是在这儿了 我要那么做我人就出去了 我要这样做我人就出去了 就已经做完了了 我现在让你们看一下脚的样子 脚的样子就这种感觉 正面看一下 左脚空中踢右脚 这就是左脚的一个垫步 这是我重心一是在前面的 我就可以用我的左脚 再有一次蹬地 那不就行了吗 放开 码